我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 細遊寶寶 這是我們兩個都期待超級久的 我從懷孕之前就已經在看 等切尼出生之後 她會帶她來上游泳課 今天就是切尼要第一次來上游泳課了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 因為千尼在洗澡的時候 有時候都還是會有點緊張 會哭 所以我們不確定她今天 跟游泳池第一次接觸到底會怎麼樣 哇 這裡的環境好棒喔 感覺好好玩喔 對啊 為什麼千尼現在在喝奶奶呢 因為她早上 我怕她沒喝飽等一下會不開心 對 千尼妳知道今天要來幹嘛嗎 今天妳要第一次游泳囉 千尼好可愛喔 怎麼那麼可愛 我們要去沖水囉 千尼 今天的第一關 沖水 水溫OK嗎 水溫很溫暖 很溫暖 所以千尼現在就沒有什麼感覺 好 這邊擠囉 好啊 千尼我們給老師抱一下喔 寶貝歡迎 哈囉 千尼來吃米奇 老師再抱一下 好 我們都是第一次下水 對 也是第一次來信遊 你可以看到她其實是非常淡定的 對啊 她是很自在的 但沒有看到她有一個笑容滿面的表情 但是她在水中是非常放鬆的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當妳很放鬆的時候 那寶貝通常 像她這個年級 她在水裡面是很自在 嗯 通常她做的時候是 就是家長很緊張 啊 所以我們今天會非常開心的可以能夠 在水中一旁喝 什麼表情 哈哈哈 千尼不給面子啊 千尼才給面子耶 說這個表情讓我覺得很失敗對不對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哈哈哈哈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剛剛下來 你們沒有聞到任何的米的味道 對哦 然後也覺得很溫暖 超級溫暖 我剛才覺得 這個就是專門為千尼這樣的寶貝 我們打造了一個游泳池 讓她可以能夠持續在媽媽肚子裡面 都有水的環境 可以跟水的一個靈結 所以你現在的一舉一動 你跟她的每一個互動 對她以後其實都是在 有一個很深遠的影響 有的是很明顯 有的可能你沒有那麼的清楚 但是她其實都影響會在你的地方 好 那我先帶她游一下 好 她會自己臉再轉 那有的時候她甚至會轉到 她的眼睛都到水裡面去 那只要不是她鼻子到水裡面去 我都會讓她有這個機會 對 然後她嘴巴也一張開 可能水會有一點到她嘴巴裡 好 那這樣在裡面也不要擔心 好 因為水質是非常非常乾淨 對 然後他們喝到一點水也是沒有任何問題 那我現在把它交給媽媽 你要注意我沒有去握她 沒有出任何力 我輕輕的拖著她 想像她是一片葉底 一片羽毛 就是清到我根本不需要出任何的力量 這水就是幫你給媽媽 那下樓好有魅力喔 她嘴巴一動一動的 腳也在開始在踢了對不對 妳是不是很開心又來到水裡面 嗯 對 哇 我懂了 很輕鬆 如果她真的不小心會到水 甚至是翹到水都是OK的 好 好 好 超人 我現在覺得好神奇喔 她今天完全沒有哭耶 而且就是很放鬆 她平常洗澡都很緊 對 你讓她越早可以到大面成熟 就像我們叫泳池的環境中 她就會越快能夠適應水的這個環境 嗯 那其實像寶寶 或者說像我們人類學東西 就是你有沒有環境給她 對 但你有環境就提供給她的話 我們都說都不需要什麼老師教她什麼東西 嗯 那其實就會很明顯而然就像學會講話一樣 嗯 學會走路一樣 她就不知不覺就學會了游泳 嗯 像她跟你像是一個當鞦韆一樣 哦 然後呢再慢慢下來 反正像我們身體在空氣中 沒有那麼溫暖 但你還是可以能夠接受 對不對 我們現在身體在空氣中 好 哦 沒辦法癢一下 然後慢慢的 後腦勺 我們的背 我們的手臂 都到水裡面去 在水裡面去 那個皮膚的觸節 是完全不一樣的 OK 那我再坐椅子 上來 拿下去 我們還有一個 在水中很重要的就是 讓它可以看到我們對水的一個感受 嗯 OK 飄起來了 你有飄起來了耶 你浮起來了有看到嗎 看我 在哪裡 對 那我穿上去 其實那個表現很重要 我不能夠驚恐萬分的出來 嗯 所以我一定會是 很放鬆的出來 給它一個 信息就是 我們到水裡去是很OK 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然後等它大一點的時候 我們人家要請它 自己到水裡去 嗯 自己去 對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會希望你們平時在家裡的時候 也可以跟它就是 下面一個 pony time 都做做 然後呢 我們說感土 有一個叫做 就是看不見的就是從中線過來 那你在家裡的話 推上它可以能夠左右 能夠在這邊 可以能夠打開 meet up 打開 那對它以後的那個發展 也是很有幫助的 總而言之 就是讓它要多一些刺激 多一些運動 對 多一些跟你的後動 嗯 你這邊很棒耶 這邊你運量超棒的喔 但是讓寶寶缺習游泳啊 其實重點也不是在 達到什麼樣的指標 其實重點就是讓寶寶 透過在跟水清淨的過程 培養跟爸爸媽媽的一個親密的接觸 然後刺激它的感官 因為皮膚呢 是很好的一個感官接手 那你可以透過跟水的肌膚接觸 你就可以放大很多的感官 也對它的神經發育有非常好的影響 嗯 再加上它這個年齡的寶寶啊 它在兩個月其實 不太能在陸地上做到什麼動作 可是它在水裡就可以做到一些 而且它平常在陸地上做不到的一些運動 對它的肌肉發展啊 也有不一樣的刺激 總之我就覺得今天真的是超棒的 我覺得很好玩 連我當媽媽都覺得很好玩 而且會意猶未盡 因為總共時間就是大概半個小時 對 然後一下子就沒有時間了 就上課結束了 因為這個年紀的寶寶啊 也還蠻容易累的 所以它們也不希望說在寶寶很累 然後不太開心的時候出水 這樣它對於游泳這件事情 可能就沒有那麼享受 然後它一出水啊 就會很累 像現在它就一直在喝奶 然後聽說它們會回去就狂睡